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你的故事 化作雨滴落在我低垂的眉 錯過的夢 說的話 夜裡蔓延的細節 我的明天 在月光的曖昧中漸漸變回 不懂拒絕還是想 如果能再來一遍 我們一起去的地方 都有你下意的謊言讓我深邃 直到最後一天 再看見從未到過的地方 原來是你欣賞 靜音的偷臉 寂寞的奔鬥 就微笑和眼淚 故事的結尾 請不要擺碎任何同情的語言 我們一起去的地方 我們一起去的地方 都有你下意的謊言讓我心碎 直到最後一遍 再看見從未到過的地方 事實上 滿居然 原來是你心上 覺得這個李先生 李太太有一點點怪怪的 她那一次不去查航嗎 看茲茲的眼神 就好像有一點 我也說不上來 而且 怎麼會這麼巧 她居然這一次還救了茲茲 童小偉 妳電話上跟我說 姿姿差點被撞到就是 就姿姿的 就是那位去查行的黎先生 俊良 姿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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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妳不要想那麼多 搞不懂的地方 我會盡快幫妳想辦法搞懂 我也有覺得奇怪的地方 今天有原本是我要去救姿姿的 結果那先生有實在是太快了 我來不及救 妳還好意思講 人家幾歲 妳幾歲 原因就是妳自己反應慢 動作遲緩 不能這樣講 黎芳哥 我想到了 我之前不是有跟妳講說 姿姿有可能是情報員嗎 所以那個黎先生 一定是情報頭子 然後姿姿是她重要的幹員 所以她才奮不顧身 義無相承就向前進去救她 小童 如果我是情報員的話 我也會一定照妳 這個妹妹 妳要不要敬一下哥哥呢 敬就敬 誰怕誰 可以嗎 妳又不是不知道她的酒量 妳這樣拱她很快就會喝醉 喂 哥哥 你說誰很快就喝醉 你是很強是不是 好 我們來乾五杯 我乾乾的 哥哥就是淑辣 誰是淑辣 好啊 五杯就五杯 我先喝 哥哥 好酒量 妹妹好會喝 哥哥 喝不倒 妹妹喝不醉 哥哥 好酒量 妹妹好會喝 哥哥 喝不倒 妹妹喝不醉 哥哥 好酒量 妹妹好會喝 哥哥 喝不醉 妹妹喝醉 妹妹喝醉 但是每次喝醉的人 都是我在扛 我就跟你說我沒有喝醉 其實我酒量很好 只是我平常不喜歡喝而已 好 你第一名 做個比賽 我睡覺 等一下 柯欣妍 把她叫下來 我會有話都跟她說清楚 好 你就叫 好 請 你給我把話說清楚 起來 好 把話說清楚 你們兩個就把話說清楚 好 來 把話放到我 好 好 沒事 沒事 柯欣妍 幹嘛 柯欣妍 我現在跟你講 我還是超不爽的 不爽是什麼 騙你們做我懷孕的事情 我都已經道歉 認錯了 我才不是在跟你說這個 我現在是要跟你說 你為什麼要收我爸媽 當乾女兒 什麼 白痴 說什麼 我收你爸做乾女兒 我 你爸是男的 要收也是收他做乾兒子 我找到你爸爸乾兒子 這兩個人怎麼醉成這個樣子 我不管 總之 我現在要跟你把話說清楚 說清楚 說清楚 我跟你呢 總之 以後 我們兩個就像 兩條 永遠不會交叉的 斑馬線 我剛剛要說應該是 平行線好好的 對 你說得對 我們就像兩條 永遠不會交叉的 平行線 我剛剛說的是 平行線嗎 不然 我永遠 永遠 永遠不會跟你復合 有你這句話就夠了 你自己說的 我們這輩子 不可能再復合了 不可能 對 好 你出去 我要上樓睡覺了 走開 你先走開 他們 真的不會再復合了嗎 應該是 大家晚安 我要回去睡覺了 他 吐了 何立偉 你都在我床上 這心裡 跟著以為真是的 沒關係 那暫時就讓他們倆先緩一緩吧 這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了 我們還會不會再畫 你 做個好 做個好 在那裡 這幫我去做 上次我去Relax安裝開會 碰巧遇到了 何立凡和李恩蓁 就我的觀察 他們兩人有超越一把好朋友的情感 總經理 我剛一位姜姐的事情 打給離世的潘副總 他說離總出了一個小車禍 出車禍 那人有沒有怎麼樣 還好 潘副總說只是手肘受傷 平不嚴重 好 我等一下打電話關心一下 另一個重點是 離總是為了救離恩貞而受傷 恩貞 那恩貞還好吧 沒事 可是潘副總特別要我轉達您 請您放心 還好 那妳呢 交接得還順利嗎 這是我要向您報告另一件事 目前交接得很順利 或許今天下班前 就可以全部完成了 黎明 妳真的不再考慮一下嗎 沒有 我已經考慮清楚了 我先出去了 洪總 我覺得妳應該加快速度了 趁何立方還不清楚自己 對離恩貞到底是什麼感覺的時候 儘快行動吧 我OK 真的 幫妳 請進 來 請進 黎先生我陪姿姿 何立方 妳陪姿姿來探望黎總 來 進來坐 來 對 來 請進 停 這個什麼 擺周朗就可以了 謝謝你 王總 你怎麼會 你們也認識王總 我跟那個王總 聲音上有些往來 所以他聽到我受傷了 就來醫院看了 是 好巧 沒想到李總救的人 竟然是姿姿 李先生 謝謝你 你的手還好吧 我沒事了 你不要擔心我 我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謝謝你 對了 姿姿 我們的韓文老師回台灣了 他說隨時可以上課 你今天有空嗎 可是 我今天要上班 沒關係 反正今天除了來看 李先生之外 也沒別的事 你就去上課吧 反正店裡面 你還有我跟曉彤 好 那我先打個電話給老師 找他先到我的公司 你們聊 來 香水果給大家吃 我來幫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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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芝 那你就搭王總的車去 上海文課 我先回店裡 好 嗯 所以 妳現在對他們比較不會 不會 他們人超好 超親切的 嗯 幹嘛那麼急著回店裡啊 大家一起聊一聊啊 我不放心 童小偉一個人在店裡 那好吧 那你開車小心了 拜 拜拜 有沒有這麼巧啊 王總跟李先生是朋友 而且剛剛 怎麼看 都覺得他們三個人怪怪的 李氏化工 李氏化工 那不是王總 本來要安排我 去上班的地方嗎 那位李先生 是李氏化工的老闆 這是李氏化工廠的資料 你有空可以參考一下 由於他們研發部的 主管離職了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 夠資格替代他的人 去上班 李氏的研發部主管 是誰 他叫李恩貞 何先生 我剛剛在樓下 有聽到一個女孩子 打電話給你是不是 他就是上次那個茲茲 茲茲 王總說他要找一個 韓文老師做 一對一的教學 我就可以跟著一起學 而且時間跟地點 都很彈性 不會影響到我上班時間 他特地要我轉送 一支他們公司 最新款的手機給你 沒道理 王總到底在搞什麼 妳認識那兩個人嗎 認識 可是我怎麼感覺 他們好像認識妳 妳今天晚上去哪裡 王總家 因為他說他有 韓文客的問題想問 那妳怎麼會頭痛 終於進他家 就覺得頭很暈 黎先生 潘小姐 還有王總 為什麼一開始都 都讓茲茲感到不舒服 他們幾個一定跟茲茲失去的記憶有關 他們一定認識茲茲 對 一定是這樣 可是 他們為什麼要假裝不認識她 請進 那不是看到李恩真跟妳一起進公司了嗎 她去洗手間了 反正韓文老前還沒來 我提早完成嬌姐的工作了 坐了 這是一較清澈的情況嗎 不用了 我還能不相信妳嗎 謝謝妳這段時間 對我的照顧 也祝福妳和他 有個圓滿的結果 我 不好意思 讓妳 不過我相信 依妳的條件一定可以找到 找到一個跟你一樣讓我敬佩 值得我堪氣學習 用情之深的好男人 我可以也會的 那就好 祝福妳 謝謝 保重 妳也保重 那我就 我遲妳了 我遲妳了 妳好 嗨 突然約我來 而且還是在家咖啡廳 這就好 必拿點就好 謝謝 好 我可以先問妳一件事嗎 妳跟王總很好嗎 算是吧 那妳知不知道王總他 以前認不認識芝芝 我不太清楚 你怎麼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 沒事 我只是隨口 沒想到你還記得了 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地方 我當然記得 就是妳找我去離世 離世化工上班的那天 之所以會願意在這裡 是希望能有始有終 我已經離職了 而且等一下就會離開台灣 所以今天是要向妳道別的 其實 我前陣子交一個男朋友 他是新加坡人 一直希望我過去 這怎麼會 妳不是說妳考慮三十歲 才交男朋友嗎 對不起 我只是不想要讓妳難過 不過我很謝謝妳 喜歡我 而且還陪我度過第一個情人節 也許以後我會因為妳 會想要過情人節 所以 那個人是妳的選擇 那就好 因為我知道妳是一個 很會觀察分析 然後做出最佳判斷的女生 所以 如果這是妳的不決定的話 我相信是最好的決定 是 她真的是最好的 好 妳不要哭了 我最怕女生哭了 而且 我也知道我應該追不到妳 不過我也應該滿足了 因為 妳也因為捨不得離開我而哭 就當作是吧 要不要我送妳去機場 不用了 我車就在外面 我先走了 至少讓我送妳出去吧 不用了 不然我會哭得更兇 那 請妳一定要幸福 我會的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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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笑就过了 不可能回头 通过了 失去了 我们都知道 别解释了 矛盾早就存在着 担心放心 我会好好的 舍不得 连算快乐 我夜深爱过 我失去了 王总 我觉得你应该加快速度 唱和立方还不清楚自己 对李安真到底是什么感觉的时候 尽快心动吧 一鸣都勇敢地表达对我的感觉了 我是不是应该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韩文真的好难 所以你上课要专心一点 不要每次都偷看我 我没有 我都发现还说没有 你这老是水塘测验的时候 你偷偷看我的答案 只要有心 韩文不难 加油 只要有心 只要有心 真的做什么都不难吗 当然 那追求你呢 姿姿 我是真的喜欢你 如果上完课就赶快回来吧 何老板 不知道又找我什么事了 拜拜 姿姿 我希望你不要觉得有压力 我只是 只是想要勇敢地 表达心里的感觉 如此而已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我先走了 拜拜 这真的是我最困难的一次盼盼 希望我不会把你吓跑 好 谢谢 要是我以后有这种公司就好 那就要害你不公努力了 好 這樣子 下次就有理由約了 那我先回去了 三位請留步 好 我送妳 走吧 那位叫茲茲的 應該是妳朋友吧 這個誤會大了 下次我跟王總 去旅社找妳的時候 浴室裡的那位也是他吧 那太好了 我也是人 妳什麼時候興趣一下我 沒見有人 是怎麼這樣的 妳怎麼知道我要講什麼 因為這一套 老了 茲茲 其實妳認真的時候 比妳搞笑的時候 比人多了 情人節快到了 妳明天有空嗎 妳會不會太直接了 我知道妳想要追我 不過妳可能要等到三十歲以後 我才會跑步 送妳 情人節快樂 我送的禮物也很實際 因為我希望妳無論如何 都不要忘記妳最初的夢想 解約我的思念 能不能敢在愛邊之前 誰都不承受 再見 為什麼選新加坡人啊 海南雞飯有這麼好吃嗎 就算海南雞飯不優 露骨茶也行吧 不好笑 你連英文都拚不好 怎麼學人家拚新加坡 有夠飲料 還夠購物 人家就喜歡這個感覺 你其實算運氣好的 我才剛跟妳說我失戀 我運氣好 對 就是因為你剛失戀 所以老天爺給你第二次機會 講什麼 什麼意思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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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黑頭 我還舞姿菸咧 你當我瞎啊 這手機 我當然知道他的手機 他不是一般的手機 是你剛剛在咖啡館送來的手機 而且你在那邊留了名片 所有拖把一下 發現他不是你的手機 所以 一鳴的手機 沒錯 你現在打電話給他說手機在這 告訴他這是天意 瘋小偉 你是豬嗎 他手機在這邊 我打給鬼啊 對喔 反正你自己想辦法 我要去忙了 你一定要告訴他 這一切都是天意 以敏的手機 裡面應該有那個 新加坡人的照片 不行 偷看人家手機是無恥的行為 跟疑敏這一別 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見面 跟疑敏這一別 不行 何立方 大丈夫不能這麼娘 失戀就失戀 還關什麼原因 一陣子 喂 盒麗芳 我是李怡敏 不好意思 我可能把手機 落在那個咖啡館了 所以 剛剛咖啡館的人 要把手機送回茶 那就好 因為我在公司的時候拿錯了 所以現在在你店裡的那一支 是王總的手機 那就麻煩你 儘快把手機還給王總 我的手機他會寄來給我 盒麗芳 喂 好 我會把手機還給王總的 謝謝 拜拜 拜拜 怎麼會這樣 王總跟茲茲是夫妻 我撞到她的那一天 茲茲是穿著婚紗的 所以 茲茲本來要跟王總結婚 好 你不在茶行 幹嘛一個人在外面學 小狗曬太陽 就都生在太陽 才不會骨子出鬆 很熱 你幹嘛叫我趕快回來了 你幹嘛叫我趕快回來了 好 就 以免他辭職出國了 我失戀 是喔 那你一定很難過 我 我還好啦 不難過 真的還好 那冰棒給你吃當作安慰 不用 我吃頭就好 好 世界真的很奇妙 你失戀了 結尾王總 剛剛跟我說他喜歡你 你的意思是 他跟妳表白 剛剛超尷尬的 還好你的簡訊救了我 我就借起老婆 你喜歡他嗎 可是他又高又帥又有錢 可是愛是用錢買不到的 對了 你在這邊等我一下 小偷 換小偉 怎麼了 這不是移民的手機 是王總的 你幫我跑一趟還給他 所以不是黑桃園洗 是梅花山 好了 你不要鬧了 你趕快去 我傳地址給你 我走 芝芝 我想我漸漸幫你找出答案 可是 我應該告訴你嗎 幾個字 是 不怎麼這麼長的 要從 我趕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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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趕快去 從 我趕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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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麼了 何立芳 何立芳 有事嗎 我沒事 有事的是你吧 哥 我想 我應該是找到芝芝的家人了 真的嗎 這個人真的是芝芝 原來他已經結婚了 這個男人是 這個男人就是一直想要投資 我們廠商的王總 他另外也投資了離世化工 然後救了芝芝的那個男的呢 是離世化工的老闆 所以我在想 他跟另外那個女的 一定跟芝芝的過去有關 不對 既然是這樣 那他們為什麼不能自私 你問我 我半輩 喂 那你跟芝芝說了嗎 沒有 那 你有打算要怎麼跟他說嗎 我也不知道 我在想 是不是在等一切 再更確定之後 再說吧 你說沒錯 這樣比較周全一點 我現在真的好煩好亂 這些人都不願意承認他們認識芝芝 我就沒辦法去確定 我的猜測是不是對的 既然你說那個黎先生 跟自私的過去有關 那你就去離世化工問清楚就好了 立方 不過 我要提醒你 你最好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 一旦真相被揭穿了 芝芝 很有可能會搬走 立方 我知道你是個很有責任感的人 你一直把芝芝當成你自己的責任 可是你要知道 在這道真相和現狀之間的選擇題 不應該是由你來做到 而是芝芝 還不錯 看看 這是什麼 紅我了 對 對 這個狗跟我寫得超像的 對啊 妳看 我跟你講 我給妳看 好 這個 這個裡面 都是裡面超好笑的 妳裡面的也太瞎了吧 對啊 真的好誇張 妳好怕 媽 妳繼續過來 OK 好 很棒 有很多 對啊 對 我覺得要這樣子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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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餓了 沒有 這個 可能叫做自由 我要提指妳 妳最好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 一旦真相被揭穿了 芝芝 很有可能會搬走了 這邊有這個狗狗的 看一下 看一下 對不起 我來 喂 何立芳 妳幹嘛這樣深情款款的 一直望著我們滋滋 該不會之前是當假的男女朋友 然後現在我突然覺得 滋滋太正了 所以想要弄腳成身 何立芳 何立芳 妳不講話沒有當然是啞巴 吃妳的水果 說中了 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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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懶得理妳 因為這是什麼太多跟姐姐 我講話 不要忘了現在自己的身分 你是乾弟 乾弟 我又沒有在高爾夫就想打工我 還乾弟 乾弟 立芳 好好點心意大力幾個月 備份就是備份 以後不許這樣 備份就是備份 以後不許這樣 爸 還已經最疼我了 吃水果 好好好 妳也吃 好 但是我怕胖還是不要吃 沒關係 好 我要來嚐嚐 行 好 那 我這裡面有很多新歌喔 你要不要聽 沒有失戀的歌喔 不用 不用了 那我这一天 有一个女孩 很独立坚强却很孤单 习惯一个人去看海 不依赖 伪装自己不做勇敢 打不完的卡 用忙碌遮掩受的伤害 轻描淡写的语气中 带着一点点感慨 其实我很想明白 转叫那个女孩 她是否在等待 一个人一个爱 只为她而存在 转叫那个女孩 愿她自由自在 想高清也不敢 只能假笑交换 也许只需要 一点点的关怀 害怕走太快 她会躲起来 我愿陪着她 没有任何期待 让她明白 温暖 爱其实无所不在 这算不算爱 想想在左边帮她撑伞 习惯成自然说早安 说晚安 渐渐感觉我的存在 也许很奇怪 她的笑总能融化不安 轻描淡写的笑声 中带着一点点遗憾 其实我很想明白 转叫那个女孩 她是否在等待 一个人一个爱 只为她而存在 转叫那个女孩 愿她自由自在 想高清也不敢 只能假笑交换 也许只需要 一点点的关怀 害怕走太快 她会躲起来 我愿陪着她 没有任何期待 让她明白 温暖 爱其实无所不在 喂 王总 我是何立方 有事吗 关于芝芝 不 应该是说 关于黎恩贞的事 我都知道了 喂 王总 我在 你一定很想知道 我怎么知道的吧 我现在人在理事化工 那恩贞她知道了吗 没有 不过 我想请你约李总 还有潘副总 一起见个面 可以吗 好 你等我电话 等我约好了再通知你 我等你 我等你 倦鸟归巢 那 你会想要飞回自己主的潮吗 如果人生重来 换了另一个选择 还能遇见你吗 如果能倒转失控 让你借在冲头 选择是否入座 当你遇见那个我 想对我说什么 还是微笑沉默 有些错也不错 泪真的汹涌过再多 有些伤也不错 有些伤也不错 星辰的裂缝我更能看透 你眼中的我 是否变勇敢了许多 希望我爱我 让笑容多一点彩虹 你眼中的我 是否纯正依然闪烁 你就是天空 我的心又像云朵 轻柔的飘过 选择 只有一次 你有勇气做决定吗 我跟着更多 你很想的 没有人 我看你了 你一定要 你 prison人 你是否超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